沉浸黑暗寻找光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将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人性反思漫画短片 爱占便宜的神灯 废话不得说 故事开始 清晨的阳光刚刚照亮天边 嘈杂的吆喝声就已经将蔬菜市场填满 突然一声尖锐嗓音 在超市里格外嘹亮 这都是什么菜 一点都不新鲜 给猪吃的吗 一位老太一边咒骂 一边将比较硬的白菜帮撕掉 准备将白菜鞋卖回家 说会员着急了 阿姨您不能这样选菜呀 我们家菜都是质检合格的 你这样扒菜业 我们真的要赔本卖菜了呀 老太更气愤了 质检合格 合个鬼的格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知道欺负我老太婆啥都不懂 是不是 眼前这位老妇女名叫朱一兰 53岁 刚退休没多久 人生隔眼 出门没捡钱就是丢 朱老太这嘹亮嗓音 着实把卖菜小伙吓一跳 他从没见过这么凶的老妇女 不敢说话 任由朱老太提了几个菜心 结账去了 买完菜上个厕所 朱老太走进卫生间 一边走还一边读呢 哼 我来这破商场买你菜 是看得起你知道吗 方便完拽了一大截手指擦屁股 眼见着厕所里手指充沛得很 朱老太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儿老太动作敏捷 一路小跑 自溜从厕所里钻了出来 再看身后厕所 出来一声绝望呐喊 哎 纸呢 怎么厕所里的纸都没了 救命 谁借我点手指 再看朱老太愉快地走在大街上 用刚才顺来的手指擦了擦嘴 哎 这不要钱的手指 用着就是香 突然路口穿出一位快递小哥 为了躲避在马路上大摇大摆 溜达的朱老太 一个急杀 电动车翻了 看着洒落一地的快递 和着急捡快递的小哥 老太开心的笑了 小伙子 姐姐来帮你捡 下午了 朱老太终于回家了 打开饭补包 使劲一抖 四五个快递盒掉了出来 这些就是他今天的战礼品 不错不错 今天收获很多嘛 老太迫迫及待的刮开快递盒 有种开盲盒的感觉 今天的第一件宝贝是什么呢 咦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快递盒里装着的是个铜壶 是纯铜的吗 老太仔细擦了擦铜壶表面 那要是纯铜的 能卖俩钱 面倒碰了一声 房间顿时烟雾弥漫 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 从壶里钻了出来 人类 我是爱占便宜的灯神 遇到我 你很幸运 我可以给你三个天大的好处 一听到好处 这爱占便宜的老太 别提多兴奋了 赶紧询问 都有什么好处呀 第一个好处 你只需要给我 一百九十九明天你出门后 只要发现小便宜 便肯定可以占到 没人能阻止得了你 灯神刚说完 老太就不乐意了 怎么的 还管我要钱 你这灯神也太抠了吧 一百多块钱的便宜 你都占 你给我打个折 便宜点 可灯神却笑了笑 不说话了 猪老太好不容易碰到神仙 肯定不愿意就此放弃 但从他兜里往外拿钱 那比给他两巴掌还难受呢 可这灯神嘴太硬 就是不讲价 怀揣无比沉重的心情 猪老太掏出一百九十九块 看到钱 灯神终于说话了 钱已收到 明天看到便宜 你就放心站 没人可以阻止你 第二天超市正好搞活动 购物大抽宾 免费零纸巾 买完东西的大姨大妈 疯狂抢夺 免费纸巾 猪老太今天虽然没买东西 但还是一步当先 抓起两瓶洗发露 就揣进兜里 狗远连忙解释 哎这位大妈 那些不能拿 那不是赠品呀 猪老太有点心虚 不过还是大声吼道 废话怎么那么多 滚开 骂完转身开溜 导狗远急了 一把抓猪老太 怕他跑 猪老太一点不落下风 回手重重杀了女孩一巴掌 你个狗东西 欺负我老太婆是吗 这一巴掌把女孩给打懵了 他上哪见过这么野蛮的人呢 周围群众开始替女孩鸣不平 有话好好说 你打人干嘛呀 不行 这事得报警 眼见局势愈演愈烈 祝老太有点慌 不对呀 这灯神不是说我今天占便宜 无人能挡 无法阻止吗 难道他骗我 不行 我得赶紧脱身 要不 我也壮壮心脏病 猪老太捂住胸口 刚要喊疼 导狗女孩说话了 不好意思 是我添乱了 我给您道歉 大妈 请您把洗发录拿走吧 公司会从我工资里扣出这笔钱的 您不用担心 导狗女孩双眼发直 愣愣的说道 看着导狗女孩匪夷所思的表情和行为 很显然 灯神的魔力发威了 抱着白来的日用品 猪老太在马路上溜溜达达 美美的想着 突然一卡车驶来 看到把马路当成自家庭院悠哉溜达的猪老太 一个急刹车 车头在老太面前堪堪停下 看着奔向自己的卡车 猪老太眼疾手快 一个天女散花 直挺挺的倒在马路中央 不管撞不撞得到自己 先躺下再说 司机连滚带爬的跑下车 大妈您没事吧 这真不怪我啊 是你自己摔地上的 我没撞到您 再说这还是红灯呢 您闯红灯了 话还没说完 啪的一声 猪老太使出全力 扇的小伙 鼻孔穿血 你在教我做事吗 你个小王不蛋 懂不懂开车啊 赔钱 虽然这事猪老太不占领 还打了人家 但面映到小伙 同样面容带致 然后呢连忙道歉 大妈 都是我的错 你需要多少赔偿 我把我一年工资 都赔给你吧 真是个丰收的好日子 就这样 猪老太到家了 一遍遍数着手里的四万块钱 笑得合不拢嘴 灯神出现了 今天小便宜 占得如何呀 爽不爽 爽 猪老太连忙跟灯神呢 要第二个好处 灯神不紧不慢地说 接下来 你只需给我99元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 占便宜超能力 包你更爽 更刺激 虽然有点不舍 但老太还是不情愿地掏出一张 百元大钞 第二天一股神秘力量 指引猪老太 直奔猪宝店 他当然是舍不得买 又舍不得走 说迟迟 那时快 猪宝大厅的吊灯灯泡 突然炸裂 现场一片漆黑 啥也看不见 机会来了 猪老太抓起一把金银首饰 就跑出店外 原来这灯神的第二个好处 就是让老太拥有 能感知到哪里 有便宜可占的超能力 不管是去饭店吃完饭 老板有事突然要离开 猪老太不用付饭钱 还是走在大街上 哪个地方能捡到钱包 猪老太就去哪里 这种小便宜 总会被老太事先预知 并且完美占到 简直是不要太爽了 这小便宜 猪老太是从早上站到晚上 从室内站到市郊 光占人类的便宜还不行 猪老太恨不得把大三林里 野生动物的便宜也给占了 突然路边小树林里伸出一只血手 救救命 快帮帮我 我是陶瓷镇的司机 在这荒郊野岭翻车了 快叫120 说完 晕了过去 再和老太却一脸奸笑 一车精品陶瓷 终于让他捡了个大便宜 第二天一早 他终于把车上的陶瓷 都搬回了家 经过仔细辨别鉴定 有些瓷器 还是年头悠久的古董 发财了发财了 就在猪老太欣喜若狂之时 咚咚咚 房门被敲得震天响 猪老太吓一跳 大早上的谁啊 敢敲老娘们 找死啊 一声怒吼从门外传来 注意了 我们是警察 请你马上出来配合调查 别耍花样 快开门 猪老太命养到的是 今早登山者在郊区树林 发现了撞毁的卡车 和早已死亡多时的司机 警方根据路边摄像头 通过人脸识别 很快发现猪老太 跟死者有关系 便前来调查 记者也很快得到消息 他们小城不大 死个人 那可是个大事件 很快进行跟踪报道 最新消息 本市郊区 发生了一起卡车侧翻事故 监控显示 当晚路过的猪某某 不仅见死不救 还将卡车上的古董 偷走大半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新闻散播开来 老太家楼下 很快围满愤怒的群众 再开猪老太吓懵了 他还没开门 灵机一动 召唤出灯神 求灯神 帮他摆脱警察抓捕 灯神提醒老太 别忘了 你还有第三个好处哦 这次只需39 才39 朱老太都没犹豫 掏出百元大钞 塞给灯神 都给你 不用着了 灯神哈哈一笑 我已经搞定了 你去看看吧 朱老太 朱老太简直不敢相信 这么快就摆平了 他想开门看看外面的警察还在不 可突然感觉皮肤松弛 浑身无力 呼吸急促 怎 怎么回事 光灯一声 重重的摔倒在地 再看朱老太已经头发花白 皮肤褶皱 油尽灯窟 不到一分钟 就停止了呼吸 灯神玩味的看着朱老太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 我是爱占便宜的灯神 你的便宜 我怎么可能不占呢 你死了 警察自然就不会逮捕你了 而且这第三个好处费39 我的意思啊 是年 我可从没说过 是钱呢